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突然获得万众主目之后 你觉得获得了什么 我觉得获得了很多爱我的人 突然得到万众主目之后 又失去了什么呢 失去了宝贵的时间 如果你可以任性乱买一样东西 那会是什么 要乱买的话 我就买时间 那很贵 最羡慕别的同龄人能做 但你自己不能做的事情是什么 自己不能做的事情 上学 上一次自由自在的去游乐园玩是什么时候 上一次去游乐园玩应该是一两年前了吧 你最喜欢玩什么项目 最喜欢玩过山车 如果不当艺人的话 最想活了什么职业 不当艺人 出租车司机 那你会开车吗 我现在还不会 举个例子 什么才算一份稳定的工作 我觉得稳定的工作就是 我工作的时候很自由 然后下了班也能很自由 这还挺冷的 要不我们先进去吧 我也很冷 不工作的时候最开心的事情是什么 不工作最开心的事是回家睡觉 如果给你一整天空闲时间 你会干什么 一整天空闲的时间的话 我也回家睡觉 请请Coffee or Tea Coffee 谢谢 这人怎么这样 如何排解自己的负面情绪 我的负面情绪 这个吧 如何排解自己的负面情绪 负面情绪回家打枕头 用三个字形容自己的函薯架 凉薯架 凉薯架 网路 轮着转 你最近在听的一首歌是什么 Pray 能哼出来吗 呃 哼出来 我大概记得是 我现在记不住 没关系 最近看这本书是什么 最近看的一本书是 第七天 我们最近有些Instagram 普遍想问问你 为什么用这张图做头像 我是希望自己能像货车压 能装很多自己喜欢的东西 然后也能装下很多的你们 平时无聊的时候就会 临摹这些东西吗 对 这个盘珠子会不会让自己看起来像老干部 不会 因为我认识好多小孩也都盘珠子 那这有什么雕塑啊 这个当时捏的是孙悟空 哎 不要猪肝 你写的那你要什么 这个我当时写的是只要猪肝 然后想说的是不要黄酒 因为当时看许三观卖血迹 哎 这只猫是你最喜欢的猫啊 这个是当时去洛杉矶 就是声乐老师家的一只猫 觉得挺可爱的 那这二十为什么争气了 我没给他吃猫管的 这个画的又是谁啊 这个当时是孙悟空的初稿 哎 桌游世界第一站会是哪里啊 第一站我想去湖南回老家看看 一般晚上几点睡觉 晚上的话 我十一点十二点睡 最喜欢吃什么菜 我最喜欢吃水果沙拉 你觉得自己擅长自拍吗 我 不太擅长 自拍的时候一般会摆什么姿势 一般我是喜欢从下边自拍 拍鼻孔啊 对 你弟弟知道你自己是大明星吗 我弟知道 平常会跟弟弟怎么玩 我会跟我玩 跟我弟弟玩国家家 你弟弟还欺负你吗 欺负 你弟弟还是你家大爷吗 我 是 最偏爱家里哪一只猫啊 最偏爱家里老大二师 你觉得你现在身上穿的最喜欢的一件单品是什么 手表 你觉得你和这个沈亮手表最匹配的一个气质是什么 最匹配的气质是 清新的气质 生气时候什么表情 生气的时候 就这个表情 开心的时候呢 开心的时候 稍微高兴点吧 难过的时候呢 难过 也就这个表情 那就是没表情嘛 最好的朋友是谁 最好的朋友是 我自己 你觉得自己是佛系少年还是闷骚青年 我觉得我是温骚吧 想做艺术家还是偶像 我想做艺术家 希望有刘海还是露额头 有刘海 有刘海 希望自己和什么类型的偶像 我希望自己是 艺术家演的偶像 列出三个目前为止最崇拜的 Bruno Mars 然后 我把我买 18分钟时间的一个月望的时候 18岁 所以想去那月望老师 追悟世界 那最后一个问题 用一句话形容 一阳千玺这个人 帅 赶紧走赶紧走啊 好好好 走了走了 走走 拜拜